不但蓝绿针锋相对 国民党内也摆不平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对党籍立委罗淑磊不满 指他在电视上的每句发言 都在伤害党 今天罗淑磊的出来辩解 他说他只是善尽监督之责 但是站出来挺罗淑磊的 却是台联立委 日前国民党副主席洪秀柱 在中上汇报上 以一句罗淑磊 电视上的每句发言都在伤害党 让党内批罗声浪越演越烈 向来有话直说的罗淑磊 也不惜说的状话为自己辩驳 假如今天换成民进党执政的话 那我也是会这样一样的监督 那他们就会碍死我嘛 对不对 老实说 那个难道监督政府有不对吗 最近有很多党内同志的批判 那个比我还严厉 那他为什么不去讲人家 也不要说因为 好像一个印象就来批评人家 就像我的印象啊 我的印象好像认为 副院长业内 他只有拿了人家花达海印 三百万的股票没申报 那这样对不对 这样也不对啊 今天下午在立法院会 台联立委许中心上台发言时 特别拿着拍子 表态支持罗书磊 如果没有罗书磊 国民党早就腐败 就像如果没有民进党 国民党早就腐败一样 那罗书磊委员呢 他主张 这个反对何事 我觉得他是在替我讲话 替我的小孩讲话 所以我今天要来支持他 立法院里面呢 能够有他这种专业的 不多啦 不过当许中心还在台上 发表支持的言论时 洪秀柱的表情 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 原本面带微笑 双手放在桌面上 在听到许中心反驳 罗书磊伤害党的这句话时 却别过头难难自语 似乎对许中心的言论 不以为然 有国民党立委认为 应该借着这个机会 全面建立党内的讨论原则 如果今天罗书磊委员 是民进党的委员 民进党执政 他对民党什么都批判 我打赌民进党早就把他开除了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检讨 双方说法 各有各的拥护群 这两个女人的战争 何时才能落幕 大家都在等着看 有点TV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